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子 他醒了 他醒了 这里是哪里啊 狐狩老大 这是你昏迷期间的住院费用 我看一下 这也太贵了吧 我们度假打工赚的旅费加起来也不够负 这该怎么办 是家长者 国外医疗费用贵桑桑 你们出国前都没做好功课啊 有啊 我们都有保旅行平安保险了啊 但是你们有买对适合的保险吗 如果只有保基本的铝瓶血就只有身部以及残废几部哦 但是像上次草莓梨大叔去英国参观温沙城堡 从楼梯上摔下来 动数数花了快五十万 大部分都领回来了呢 还有还有 面线之女到手耳追星 肠胃不舒服 到医院检查发现竟然是胃穿口 被医疗专机送回台湾 花了快两百万 也都有理赔啊 那是因为他们有加买海外突发疾病 以及伤害医疗保险 所以说我们买的旅游平安保险不够了 没错 那之前疗牙住去日本留学两年 滑雪滑到双腿骨折 他明明买了高额保险 为什么又没办法理赔呢 旅行平安保险大多只有180天的有效期限 如果是长期出国 像是度假打工 在国外待超过180天 应该选购其他合适的保险种类 否则过了期限就没办法获得理赔了 还是我们找外交部跟这里的办事处帮忙 外交部跟住外管处可以帮忙你跟医院沟通 了解病情 还有提供行政协助 但是没有办法帮忙支付或带电医疗费用哦 还好我出国前没有把健保停掉 应该可以申请海外紧急就医补助吧 全民健保给付的海外紧急就医费用是有上限的 而且医疗费要先自己付 事后再申请和退 另外提醒政府已经开放网络投保 详细资讯可以上金管会保险局或外交部七年度假打工网站查询哦 这里是 神呐 世家长者帮我们回到车祸前了 前面有stock标志 没问题 看我的 朋友们 下次出国前一定要先好好规划 购买适合 而且足额的旅外保险才能有备无患哦 外交部关心您